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就是來介紹一下最近買的東西啦 先從哪裡開始呢? 先從右邊這個好了 這個是GoPro10的電池 那也相容GoPro9 就是我們GoPro這台Hero10 它其實是蠻耗電的 這邊之前撞壞了 還好我有貼保護貼 保護貼很便宜,大家一定要買 去買這個電池 這個電池呢,我們看看 是1750毫安尺的 那核定電壓 原來跟LEPO一樣耶 3.85 這是不是就是鋰電池啊? 好,不管 反正 這顆電池呢 就是因為我之前GoPro有買兩顆 我們來對比一下哪一個比較大喔 1720 那這是副廠的電池是1750 那其實GoPro電池 大家看這有四隻腳 其實GoPro它本身會去判斷 是不是原廠的電池 那我們要買的電池呢 是這種有全解碼的電池 否則一上到GoPro身上啊 它會問你說 也不是問啊 它會警告你說 這不是原廠電池 可能會傷機台 大家也知道這 因為原廠要保護自己 為自己增加更多的利益嘛 所以得要有這種行為 其實我是覺得還好啦 大家都想賺錢啊 不過我試了一下這顆電池呢 1750 那其實真的有符合它的表層 因為跟原廠的電池 使用起來感覺還真的有長那麼一點點 好 那這個沒有什麼 就是一個電池為了增加續航力而已 先放旁邊 再來呢 就是這個 這是GoPro的副廠充電器 它長得很可愛喔 就像這上面畫的 它叫什麼 Alien Box 那一樣是這家公司出的 好 外觀也很簡單 那我打開來給大家看 裡面呢 首先就是說明書 這個就是本體啦 然後裡面還附一條 USB Type-C的充電線 那主體就是這一顆 塞得很緊 啊 還好 好 就是它啦 就是這一顆 充電的地方在這邊 這是Type-C的 那這邊有寫 請使用5V 2.4A 這個質感摸起來很舒服 就是那種 不太沾灰塵的那種塑膠 欸 橡膠啦 不是塑膠 而且這個感覺也蠻紮實的 那這是一個按鈕 打開來呢 就 就像這樣 裡面就兩隻腳 給電池充電的 那最重要的是它這邊 還有一個卡槽 可以放MicroSD卡 那它同時也可以當作讀卡機喔 而且我實測它的速度啊 可以到每秒20MB 那我是覺得這個速度夠了啦 反正我就插著電腦 以檔案順便做一些影片的剪輯啊 然後它這邊呢 還能再讓你多放兩張卡 當作是外出攜帶用的 那平常都蓋起來這樣很方便 那例如說這三顆電池 這樣子 就可以攜帶出去了 非常方便 我是蠻推薦大家購買的 因為自從有了這個之後 我覺得我GoPro又更好用了 那再來呢 它其實插電之後啊 這裡會有三個燈 紅燈跟綠燈去顯示說 你三顆電池 哪一顆是正在充電的 充電的是顯示紅燈 那綠燈就是滿電 那這個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樣囉 那我們來開下一個東西 下一個東西是這個 就是 哎呀犯了 這是歐牌的 1300-120C的6S電池 好我們打開來看看 那裡面有說明書是全英文的吧 我記得是全英文的 真的是全文啊 反正主要呢 它是在上面是說 它只能2C充電 就是建議的充電最大的電流2C 也就是說 1300嘛 就是1300 乘以2 就是2C 就是2400 好安 來充電 也就是2600 天啊數學壞掉了 數學老師會傷心 也就是2.6安培來充電 那裡面呢 還有兩張歐牌的貼紙 電池 那電池就比較簡單嘛 反正就電池一顆 這是歐牌的 那還有附一個平衡頭的保護套 那平衡頭保護到呢 基本上就是直接安裝上去嘛 我們來直接裝 那這個保護套其實它有分兩面 大家看 這裡的保護套 那保護套的右手邊這一邊 它有凹陷下去的 的抬模 那左邊是沒有的 那凹陷下去就是給這 兩個軌道 也算防呆軌用的啦 然後我們就把它 裝上去 要邊路邊裝 真的是有難度耶 好 這樣子就裝好了 那我平常飛機在飛的時候啊 這跟大黃狗的方向 它的XT60跟大黃狗方向是相似的 那還得上 這裡啊 就把它遮回來 就讓這個魔鬼毡給它黏起來 這樣就絕對不會被螺旋槳打倒了 相信眼尖的觀眾應該有看到我 其實旁邊還有一顆歐牌 其實我買兩顆 那這一個就是我的平衡頭 沒有用魔鬼毡給它綁起來 結果我就被螺旋槳揮到 一揮到它就裂了 螺旋槳很恐怖喔 然後裂了之後呢 還好當天是 兩個接點沒有碰在一起 它一碰在一起就會有火花喔 這非常危險 畢竟120C嘛 120C的放電能力就是1.3x120 是多少啊 反正就是 一兩百啦 一兩百安培 相當恐怖啊 幾毫安培就會電死人了 一兩百安培還得了 好了 今天要介紹的東西比較多呢 那最後一個東西 A85的開箱 就留到下次跟大家分享啦 我是夢哥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掰掰 幫助點一下 請問一下 太多了 請問 process 或使用 再接下去 請問一下 小火 大小的 所有 人 都 會 很耐躁 這個 收缺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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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